台北這次魄力提供 台大 台師大 台科大 學生還有一個返鄉列車 然後教育部甚至配合提前說 因為大家要去投票 所以三度發函建議 你期末考最少 最晚要在大選前一天 1月10號前完成 這樣才能夠讓他們去投票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還要期末考提前 是 這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教育部說沒有 我們只是建議而已 而且沒有硬性規定 只是因為有很多人反應 所以我們才這樣子在發函而已 老實講 三度發函 你還不急迫嗎 非常急迫 教育部到底是受到什麼壓力 難道是因為你們認為 蔡英文的支持者 都是年輕族群比較多 所以要趕快把這個機會控出來 讓年輕人好能夠來投 你蔡英文一票嗎 有人這樣子玩的嗎 會不會太離譜 我們覺得更奇怪的東西就來了 現在連栽贓抹黑 連查都不用查 比如說這個貪污通緝犯徐享坤 徐享坤現在囂張到什麼地步 他跟苗栗縣官員接待 中國大陸來的參訪團 這個徐享坤做了什麼事 他2017年10月11號的時候 炸領國民大會公款案 貪污判刑確定 有期徒贏7年2月 然後2017年10月19號 淨水廠工程收賄案 貪污判刑確定 有期徒贏8年 2017年10月19號 台中地檢分案執行 阻托苗栗地檢 居體為國 居體不到 2018年3月12號發布通緝 結果11月21號 今年11月21號 徐享坤還大剌剌接待 中國參訪團 這個人你們怎麼抓不回來 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人是無名無姓的嗎 還到處跑的 結果你們居然抓不到他 這樣更扯的來 更扯的是你知道 貪污犯沒有關到死 還在囂張啪啪噪 然後就黃國昌 就在講這一個 徐享坤的事情 結果中國國民黨的徐享坤 然後批發就講了一大堆東西 結果他說他是中國國民黨 可是實際上 這個人早在2004年10月的時候 他就 陳水扁當時推動所謂的 菁英入黨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那時候很多人就投靠了民進黨 徐享坤當時已經加入民進黨 那麼早 等於14年前就加入民進黨 是 然後2005年 就接掌台水董事長 一直兩年 所以他一直已經 早就變成民進黨的人了 而且他犯的案 都在民進黨的期間辦下來了 結果你們現在告訴我說 他是國民黨的 這不是很好笑 這不是擺明就故意要 故意要把抹黑 然後把一花接木 讓大家以為說 你看你幹 這都國民黨幹 就是國民黨的人做 對 結果後來這個東西 你知道黃國昌也很先 黃昌在後面 徐享坤後面附助 他在進入黨的時候 已經加入國民黨 就這樣結束 也沒有道歉 也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你看我們國昌老師 也非常的慧眼 我就是在找你 你又怎麼樣 我看你也拿我沒辭 我到時候就直接 刮鬍一下就解決了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這個牛吹得更大 他到現在還在講 三年來實質成果 蔡英文新南向政策 絕對不是空包彈 真的不是空包彈嗎 我們新南向到底達成什麼 我們給泰國免簽 我們給泰國免簽 是我們給泰國 是泰國的大成功 怎麼會是我們的成功 是我們開放我們自己的門戶 結果現在泰國不但不領情 我跟你講 他免簽照用 沒錯 然後結果我們現在台灣去了 不好意思 你要來我泰國是不是 你要付三個月的財力證明 去個泰國還要付財力證明 現在是什麼 他還怕我們偷渡到那邊去工作 我們給泰國好處 結果泰國把我們當 第三世界國家在看 根本把我們當 第三世界國家待遇 結果這個就是 我們新南向的政策 一個我們認為他收入比我們低 比我們落後的國家 我們給他免簽 結果他現在居然要求 你要財力證明 台灣人已經被人家看扁了 這就是蔡英文 你的新南向的成果嗎 你的成果就是讓台灣人 被人家看不起 我們看到蔡總統今天 跟新加坡的代表接見的時候 他還在提到說 新南向政策非常的成功 可是我們突然直接發現到 沒想到你現在去泰國玩 居然還要減負財力證明才可以 那看來現在這時候 蔡政府反而對於這些事情上面來說 一點點的反應都沒有 可是蔡政府他們卻 竟用動用國家機器 在整個打韓國瑜之時 可是卻突顯出 蔡政府他們整個執政的無能 我要講其實今天討論 滿多個議題都跟外交部有關 真的要打屁股 你看不管是這個大阪的案子 或者是今天談到這些 該為台灣爭取全域的時候 你很少看到我們這個強勢出擊 其實包括你看駐泰國的代表 這個過去也是內閣的高官 這個時候應該跳出來 應該要求一點表現的時候 怎麼沒有去稍微抗議一下 對 第二個我們要來看看 有時候講到也滿感慨 台灣現在的經濟能力 是不是比較不足 被人家來收這個財力證明 泰國看不起我們了 我告訴你 其實泰豬從今年開始很強勢 已經不是新聞了 從6月20號打破過去 過期我們台幣比較大張 現在泰豬人家早就打破之後 不好意思 見回不回 一路以來不管人家的GDP成長 不管人家今天在這個 匯率的表現上是強勢的 而且什麼 6個月 快要6個月都一直維持這個情況 所以難怪你台灣要被人家 拿出來這個祭旗 這個包括說 今天當然泰國代表處 講的話很好聽 他說台灣因為你們資訊化的 程度比較高 我們這個是一個典範 所以我們在中國 還有英國 法國之後 因為我們非常重視台灣的觀光 所以特別拿出來 新制度上讓台灣來適用 這是人家說好聽話 讓我們下台階 我覺得說台灣人要聽得懂 今天包括我們是不是 過去這幾年 在經貿上的實力 有沒有真的從新南向 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還是說這個 當然官員我覺得說 總統今天要推這個 或什麼 美國的印太戰略 把台灣排進去之後 你就不得不南向 就不希望你西向 所以這個裡頭 台灣有沒有真的 拿到我們要的牛肉 還是說只是大家一天 敲了打鼓 反正上面要 選民要 要選舉了 好看的東西就拿出來 看一看 我們出去的軍頭 有大小還是小小 這是我們台灣人要扪心自問 生意好不好做 到底我們的經濟 有沒有真的讓 所有基層的百姓感受到 我有一碗飯吃 而且這個飯要頒有久 不要說今天要選舉了 開始來補貼 補貼誰在身上 我們的身上拿的稅金 來補貼我們自己 然後以後再跟我們的小孩要 所以整個經濟的脈絡 我覺得從一個很小的事情 看出來說 是不是現在內閣的官員 都在敷衍大家 從外交部到整個經貿上 台灣有沒有真正能夠拿出 有實力的東西來 我相信這次選舉 大家應該要看清楚 再投下你這一票 泰國那天宣布之後 我們就上去看他一下 那個外交部的官網 結果就發現其實他對美國 幾個比較先進國家 其實還是免簽證 然後對台灣 實施這樣的一個政策 反倒讓我們覺得難過的是 前一陣子我們是讓他免簽證 對 所以台灣拿我們的熱臉 去貼人家的冷屁股 覺得這個有點難受 這外交部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從管媽的這個女婿 應該是林梓陽 她是做外交部的機要秘書 她是當時是沒有經過外交特考 薪水是領到15萬 其實是領了高薪 但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破格使用 破壞文官體制的這樣子的 一個外交部的這些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 外交部的能耐有比較好嗎 有沒有比較好 如果她的能耐有比較好 今天早在事情發生之前 就已經先處理掉了 新南向政策 不論我們的錢拿到泰國去投資 還是說泰國人來玩來補貼 泰國的人來念書還有補貼 什麼都有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對泰國那麼好 泰國不領情是不是 所以這個外交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個應該要打槍的 那就是外交部是不是 所以不論是管媽的女婿 或是整體在外交部的 配置人員上面 的確可以看到 他們的能力上面是 現在是被質疑 沒有一個國家是免簽證的 小英上任到現在 是不是 然後還不斷的 失去很多的邦交國 現在人家還要我們 付三個月的財力證明 才能夠入他們的國門 台灣好像越來越走下坡 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 小英還能講說 這經濟是20年來 最好的狀況嗎 不是笑破人家的大牙嗎 是不是 真的人民有感受到 真的經濟比較好嗎 你入到口袋裡面的錢 有比較多 比較好花嗎 就我的選群 好多的民眾都跟我講 他們平均水平的薪資 是往下掉的 能夠花用的錢 能夠支配的錢是減少的 所以怎麼會跟小英 所爆出來的狀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 養肥貓的文化做得挺好的 但是真正要他們 去做這些外交 做執政的時候 顯得就無能了 小英政府 民進黨政府 就只會拿著這些綠色恐怖 去壓著民眾說 你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唱衰台灣 不可以唱衰什麼東西 老師這樣講 教人家住嘴不要講話 那你把事情做好 什麼叫做唱衰 從唱衰這句話 強強棍大哥應該跟我很有感 我們以前